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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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前 这里曾经是北京著名的红灯区 在世人口中 莫等妓院有个下处的别称 而戏班聚居的地方 则由此被人们称为大下处 这些系班里面的一个基层演员就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班笔吧就都在这个大下处这个地方落脚 把演员和宗盛 把演员和妓女放在一起了你想这个社会地位才能高得了吗 所以城里都为什么不让演戏就是这个 明朝嘉靖年以后 北京城分成内城和外城的基本格局 从正阳门 宣武门 崇文门这三个城门及城墙往南地区被称为外城 是一个长方形的城池 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上建在外城 这是因为内城齐籍的居民为多 当时的统治者不愿意自己的齐民沉溺于娱乐之中精神涣散 除了紫禁城内的戏台和王府内的私人戏台 内城不允许建大众戏园子 戏园大多建在前门外以南以带 并且在清中业以前没有齐人当票友 也不允许八旗子弟和黎元航有所往来 唱戏这一个行当 在一般的人们一直到清末 一般的人们观念当中还是被视为贱业 从事贱业这样的人 还是会受到人们的一定的歧视 请嘉庆已降 朝廷班照严禁京城官员侠继 续养相公之风 由此悄然盛行 相公也称相姑 据传是从相姑娘演化而来 当时的黎元明宁除演戏之外 还要在自己的私欲接待客人 从事陪酒等有偿服务 俗称堂子 因为那时候最初没有女演员 唱淡君的唱小声的都是男孩子 这样就到这个某某堂去陪酒 从小就住入那种生活 所以说引起拒绝的不满 二十世纪初年的上海 既是洋行买办的天堂 也是京剧艺人的乐园 据识人统计 当时的上海滩 仅从宝善街至四马路一带 就有茶楼戏院统共不下五十家 京剧登林这座城市的舞台 不过三十年 即已成为最普遍的时尚 和最通用的交际话语 人流密集的茶楼戏院 给当时越来越多流日归来的 革命党人开展革命宣传 提供了最好的场所 他们或秘密散发革命报章 或在戏台公开演讲 革命也由此渐渐与京剧走到了一起 最初的变革之声 来自梁启超 蔡元培 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 一九零三年起 他们相继在新民从报 俄士景文等媒体发表文章 宣传戏曲改良主张 产发戏曲之余社会的高台教化作用 他们宣称戏曲作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 因为普天下人之大学堂 名人也不应是昌幽并列俗建中的下九流 而因为普天下人之大教师 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士普遍地看到了中国戏曲艺术 他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 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当中 他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变 就根本扭转戏曲作为低级玩物的概念 而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之一 1904年10月 一本名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戏曲专刊 开始在护上灵界广泛流传 刊物公然号召护上灵界 用戏曲的方式奋发民情 推翻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当时的革命人士 南社诗人柳亚子 在刊物发刊词中 痛臣张目四顾河山如死的现实时局 号召南都岳部及上海灵界 以戏曲改良为武器 率先在黑暗世界着放一线光明 与此同时 上海春仙茶园演出的一部名为《瓜重蓝音》 抨击卖国通敌的新戏 引起了后上媒体的关注 而这出新戏的编创主演 即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办人之一 汪孝农 对于京剧史上的破天荒的演出 当时的戏名是这样评论汪孝农心境的 谈板一生 凄凉忧郁 茫茫大迁 极无脱足之地 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 借他人酒杯 搅自己之快蕾 孝农 带以歌唱 为痛苦之地者也 对于当时汪孝农借波兰亡国之恨 与中国近世变乱之耻的演出本意 当时的户上保守势力 却纷纷抓住瓜重蓝音的外在形势不放 戏称汪孝农为不懂戏曲的 旧剧界之违心派 新剧界之国粹派 对此 当时有如灵之意的汪孝农回应道 我之所以成为灵人 没有什么庄严可说 我的志向不在于脉衣 我现身于舞台 只因这舞台 是陶冶我性情之地 他是举人出生 在艺人中间 他文化程度很高 虽然不是科班出生 但是汪孝农呢 这个他这种政治敏感 这个文化素质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他下海了以后 他就必然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想法 政治观点 对社会的某些不满和期望 用文艺的武器 用戏剧的武器来感染观众 二十世纪大舞台 不久后被查禁 汪孝农不得不离开上海 流落天津 时代的风云际会 很快将另一些有志于用戏曲来表达自我 控诉现实的灵人之己聚合到了一起 一九零七年底 一部最初由刘日进步学生改编排演的话剧《黑牛一天路》 在上海租界蓝芯大戏院首演 当时与汪孝农同在上海单柜茶园挂牌演出的潘月桥 夏月山 夏月论等京剧艺人 和革命党人王中生刘一舟走到了一起 他们共同参与了这出话剧的排演 这是京剧艺人首次参演西式话剧 也是话剧这一源自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 与中国观众的首次见面 识人称其为文明系 当时的知识界主要的兴趣在那关注的是什么 是社会革命 把西方戏剧引进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不是为了发展艺术 是社会革命的需要 文明系里面它有一个角色叫言论正生 就是这个人呢 专门是上去慷慨激昂 发一通救国言论的 说是中国要亡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要礼仪廉耻啊 等等要说一大套 这个叫言论正生 这言论正生有时候也要唱两句皮黄 在上海新舞台的新戏演出中 潘月桥等人打出的旗号是 以清歌妙舞召唤祖国之魂 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没落乱世 这样的告白 呈现了也许只是身份卑微 地位低下的灵人们 在政治与艺术面前 义无反顾的共同抉择 而在这一方舞台曾经上演的 所有揭露或抨击 护歌或呐喊 究竟能够当时的观众 产生如何巨大的召唤 有到底曾经在人们的内心 掀起过怎样的波澜 对此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的 前晚初开炉 以人满为患 做客多叹息伤悲 甚至有气下沾金者 这样的场面 对走过近百年历程的传统京剧而言 显然是不可逼遇 也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他的价值就在当时 他能够表现出 观众和演员里 在情商里的高度移植 高度相通 而且当时的中国的社会风潮 也是正出的那种 就是孙中山妙写的叫做 好好荡荡 这个顺着场 一直着往 这么一个情绪之下 他有时代 有这个观众的这个心灵 配合得非常紧 1911年10月 一场旨在推翻 清王朝封建统治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 在湖北武昌爆发 一个月后 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 终于从武昌城头 传递至上海 在攻打清朝统治项目的 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中 担任总铺击队的队员 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 金具艺人 总队长是潘岳桥和夏岳山 当时那个上海的 现在革命就攻打制造局 这就是一个造枪火的 那个清政府的一个部门 就攻打 后来他们攻打下来了 穿了西装 骑了马 真的过去 打 那真干的 有点武器啊 一看他来了以后 那个饭店又飘 他把打起来又快了 手脚也快了 跟打靶子一样 这些曾经用一出出 时装新细 点燃台下观众内心 革命火焰的灵人戏子 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 化为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 与熊熊烈焰 直接烧向了他们置身的 这个腐朽黑暗的时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海光复后 京剧艺人潘月桥 被授予少将军衔 孙中山批准成立上海灵界联合会 亲笔提赠 献身说法的匾额艺术 夏月山为首任会长 并且成立了上海灵界小学 以改变艺人不识字的生活现状 时代的转换 如这块世纪舞台的目起目落 伴随着这段 从黎元灵人到革命少将的 黎元佳画的书写完成 京剧的另一个百年开始了 1912年的京城 茶楼戏园依旧热闹 天桥杂耍依然精彩 对折居京城的名角们而言 时代的耕廷 也许首先是人们脑后 这根陆续剪去的辫子 供奉内庭的荣耀和头衔 也是差于范后谈资中的前朝往事 当年八月 为了区别于妓院小班的称呼 京剧戏班统一改成戏舍 作为京剧艺人航会组织的 金中庙 也更名为正月御画会 这个类似于工会的组织 有专人处理有关艺人的 生活福利事项 维护艺人在社会的权益 在今天的北京制画寺里 珍藏着上百块 京剧艺人参加 黎元工会进宪的牌柄 黎元永固发言国粹的说法 不仅是艺人们对饭碗的渴望 更是他们的政治诉求 这年年底 正月御画会首任会长 六十五岁的谭心培 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出 民国元年的护上舞台 在灵界大王谭心培看来 想必已有格式之感 二十余家新型剧院 相继建成开业 昔日的传统戏源 在十里扬场的花花世界 几乎已了无踪影 明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照耀下 传统戏曲舞台一桌二椅的摆设 显然已有些孤单 新奇的舞台机关不紧 真刀真枪的舞台交锋 可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 让谭心培感慨万端 京剧的听戏时代 已率先在这座城市 向看戏时代让渡 老北京都说是听戏的 因为那些故事都烂熟于胸了 这个人唱《玉堂春》也去听 他唱《玉堂春》也去听 第三者唱《玉堂春》也去听 主要的是听 这个演员唱得好 这个胡气拖得好 这个是严丝合缝 精细 你的唱是第一位的 调是公用的 细皮道二皇调 腔是私有的 他在腔上 他多了 他就是用现代老乡的旋律的变化 复杂了 细腻了 多变了 所以人就要有事有味儿了 人就清晰 所以叫耐人寻味 上海的这个舞台上面的那种 包括服装啊 化妆啊 布景啊 等等 就非常强调视觉形象 就上海人喜欢看 从天戏到看戏 这一字之差 带来的改变 并岂止是一个日益花哨的舞台 当时装新细的热潮 随革命的结束而快速隐退 以动作丰富 坐打见长的武生 架子花脸 刀马蛋 也迅速取代 一板一眼 擅长唱念的老生亲衣 而成为护上戏迷的新宠 在登林这座城市不到半个世纪后 金剧终于在这块变了模样的崭新舞台 声感浮现出别样的生命印记 海派金剧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海派 这个海 顾名思义 大家想到上海 上海的派别 当然它是南方商业中心 是吧 海还有一概念的 少约束 是吧 比较的解放 时代转换的背后 也许从来就紧随着命运的升降臣服 只是对立于舞台之上的艺人而言 这样的命运交错 尤其快捷 十里洋场的华丽舞台 迎来了又一位来自京城的京剧艺人 这个人就是年仅19岁的梅兰芳 美南方缓缓出场 看不见人家什么玩意 没有黑的 走到台口附近 突然之间 所有电灯炮全都亮了 他动作不多 声音也不是那么很震耳 不是 他从一出来 就觉得太美了 他叫办事 太漂亮了 感觉好像那种 连他的嗓音带他的 绕我当三日 回老 老七说 怎么那么漂亮这个人 鲜花和掌声 适时地开启了一名京剧淡绝新秀 往后大红大紫的演艺人生 也正是在此次上海的演出以后 梅兰芳这个名字 开始风行大江南北 成为无数中国人爱上京剧 走进戏院的理由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梅兰芳这个名字 在京剧舞台上 整整红了半个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 金属梅兰芳个人的一炮而红 我业余走过百年的京剧 开启了一条新的变革之路 京城的戏迷 也终于走进看戏的时代 梅兰芳在她晚年的回忆录里 这样写道 1913年 我从上海回来以后 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 觉得我们唱的老戏 都是取材于古代的时事 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 编成新剧 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 这样的想法 也许并不仅仅属于 当年梅兰芳这样的 年轻京剧艺人 当向来位列下酒流的 传统戏曲艺人们 突然被一种来自大众 而不是宫廷的追捧于 李赞包围 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 显然要比舞台之外的人 更为强烈而真实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艺人的特殊汇赠 当然 更是一名艺人 面对这份特殊汇赠时 必然的回报 戏曲做一个 做一个传统的 这么一种艺术样式 要不要进入新的时代 跟新的时代怎么结合 表现新的生活 新的人 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京师林园的戏曲改良 与上海一样 也是以时装新戏的排演为开始 但却多了一份 捧绝之事的陪伴与参与 这样的改良 没有共赴革命的慷慨激昂 却多了一份 基于演出市场的平时和持久 从涅海波兰到涣海潮 从《一笔麻》到邓霞顾 回到北京后 在冯耿光等最初几位美党的帮助下 梅兰芳很快投入到时装新戏的排演中 并迅速引领京师舞台的新戏演出 未然成风 而一位真正足以改写梅兰芳演艺人生的文人 也注定将由此走向前台 走进他的生活 这个人的名字叫齐如山 齐如山生于1876年 是中国受过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年轻时曾游学欧洲考察戏剧 与梅兰芳相识时 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 大概在1915年秋天 40岁的齐如山与22岁的梅兰芳 终于在一次次书信往来后 第一次面对面走到了一起 此次见面的结果 就是这出至今依然还在京剧舞台上 传唱的经典《嫦娥奔月》 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 齐梅二人几乎朝夕与共 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轰动 书写了中国京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华彩瞬间 而京剧也正是在他们亲密合作的这二十年 不断变得雍容华贵 高贵典雅 并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 1915年秋 因为拒绝袁世凯生日堂会的演出 六十八岁的灵界大王谭心培 遭遇了生平第一次尽细的处罚 事实上 对一位即将在人生和戏源这两块舞台上 做最后谢幕的老人而言 近不近眼 已经是一件不那么紧要的事情 戏谜趣味的转换 身体的日渐衰朽 无不时时提醒的灵界大王 这块日益敞亮的舞台 其实已不再是属于他的天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所做的一件轰动黎原的事情 就是将自己的长孙谭富英 送进了京城著名的科班 复连城 1917年5月10日 领袖群伦近三十年的灵界大王谭心培 彻底解脱了 死后的谭心培 安葬在今天的北京门头沟区 永定镇丽园庄村 整整九十年后 在他的故乡湖北武汉市江下去 处理起一座谭心培公园 并且以谭心培这个名字 命令了一条宽敬的一条宽敞 这也许是中国唯一的一条 以京剧艺人命名的大道路 谭心培以后的所有老生流派 无意不受他的影响 有的直接派生 有的根据他的创作经验 来改变 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那么这就是谭心培 在我们整个京剧老生行当里边的 这种艺术上的奠基性的作用 极大成的作用 谭心培去世十年后 京城的顺天时报 刊登了一则评选 五大名名新剧夺魁的启示 在京剧舞台如火如荼的那个年代 人们对这样的排名 其实早已见惯不惊 不出任何人所料 当时的京师第一名名 梅兰芳再夺头魁 而排在他后面的四个名字 竟已全部属于弹角 四大名弹的说法 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 坊间话题 文兰芳在丘山等人的帮助下 相继推出《黛玉藏花》 《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 在这位弹着第一人 在歌在舞 曼妙多姿的舞台形象引领下 京师京剧舞台的新戏创编 和演出风潮 空前炽热 1918年5月 一场关于旧剧的论战 随这本名为新青年的期刊 《日益风行》 居然开启 古老的京剧 在刚刚跨入一个属于弹角的时代之际 不由自主地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审判 因为当时的年轻人 以及这些新的这些文员 他们都非常喜欢西方的那些话剧 戏剧这些方面的东西 他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改革 中国的传统的戏剧 像金剧 但是它不成功 不成功它也会迁入于中国的金剧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中国是革命的年代 革命就是要抛弃专制的体制 抛弃封建王朝 抛弃打倒传统文化 打倒孔家殿 所以戏剧又是集中体现了孔家殿的思想的 中校结议 所以它很自然的要抛弃戏剧 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 是这样评论金剧的 胡适说 脸谱 嗓子 台步 舞霸子 唱歌 裸鼓等等 都是戏剧的遗形物 就像男子的乳房 傅思年说 形势太弦固定 意态动作粗笔 周作人提出 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 即旧戏应废 周作人当年一说 一听起金剧就想要抽大烟的 你看他这个本能的这种反应 听到金剧的声音 他想要抽大烟的 鸦片的 哼哼哼哼 他觉得 对这个群落 他就觉得看不上 看不上 可是满年的时候 周作人的思想发生变化 他写了好多文章 他就说 这个金剧是什么艺术 它是个民俗的美啊 所以这个他又反悔 自己早期的一些思想 就经历过五四新风化的人 到了晚年 很多人发生变化 连篇累赌的批判 会京剧勾勒出一副 妖魔化的容颜 却丝毫无以动摇 这块舞台真实的风光与热烈 所有的新旧之变 存废之鉴 今天看来 其实告白更多的 仅是人们基于现实的不满 对所有新生与未来的热切既望 寄托在所有关于历史与传统之旧的 彻底否定之中 而京剧所有的不幸与原罪 仅仅因为他脱胎于 一个人们刚刚挥别的专制王朝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2000年以后 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社会体系 这个体系被民国推翻以后 人一开始是处在惶恐的 以北京历史作为一个例子 它是非常错综复杂 或者说社会的矛盾 是很激烈的 或者说社会的变革 是非常剧烈的 我好像就会给大家看 我好像是这么开心的 我好像不是远就这么开心的 我好像是一个历史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观念上面的变化会影响习俗 但习俗上面的东西也会影响它的观念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古老的京剧依然款款行走在一条前行之路上 一太万方雍容华贵 在戏剧改良的发祥地上海 街头里动的电台广播时时回荡的 已是巨界大王梅兰芳的一出全本戏《宇宙风》 沉醉于甜美风润的梅式声声 人们或许已经不复想起当初在上海玩起戏曲改良大棋的人们 当所有的风平散尽散尽 生活平静如初 艺人们发现除了这个舞台他们高高在上 生活里政治地位依然如故 这些艺人的川家革命以后 在一两年之内满风光的 报上野灯啊 甚至有的授予你比如说像一个 像望潇龙什么等等 还有给他奖状啊 授予一定什么东西啊 但是时间过了长以后呢 他又回到他的本来 你盖上什么位置还是什么位置 当年的新剧第一人汪孝农 痛感中国社会 大梦沉沉终不悟 千呼万唤总图然 只得寄清于烟喉 1918年变成了死于鸦片的黑极冤魂 黎原少将潘月桥 在辛亥革命后 被上海军政府封为调查部长 但很快便在官场排挤中 黯然辞职 随后 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 遭到通缉 家财全被抄没 1928年 孤苦病逝于长中 对推动的京剧不断前行的人们而言 现实的救累 坚硬如旧 纵然手握锋利如宇宙风的这柄宝剑 除了方寸舞台 他们其实什么一劈不开 斩不断 艺人们争取社会地位的路 依然漫长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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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船 刚刚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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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